想必大家一定见过这种4200血量开局出个不假的吕布 兄弟们我跟你们说这种吕布是最难缠的 那种3900血量的吕布很脆 那种4900血量吕布又很笨 就这种4200血量开局还出个不假的 就跟个六边形战士一样你知道吗 这边我带走了吕布一次 人头给的活五 按说我是赚的 但注意看这波提前提好被动 吕布过来二技能挡大横批 没有问题 我之前说过老头打吕布 只要你的二技能能挡住他的一技能两三四 那他就已经打不过你了 这波我连挡他两刀 回头继续叠别动 吕布过来又挡住他一刀 他已经死了 就这AARA取消普攻前腰非常细节 吕布插一下 还插一下 插一下 我就知道 我打了这种吕布很多次 对面稍微会弯一点 我就得拖到中后期 如果我有后期的话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除了更细节一点 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换一把素材 对面这个冠军赶拼的吕布 看血量就是3900 看这个打击手感 那就是出铁剑的 老头打出铁剑的吕布非常容易 辅助发信号了 我们先叠个被动呀 先不要开二技能 等吕布要P的时候 二技能两种伤害一技能 如果吕布出的是不假 这波我一定要跑 但他出的是铁剑 医血拿下 二技能一开吃口药死不掉 问题不大 医血吗 无论如何都是不亏的 来中路 先把金山吹死 吕布四级了也不要慌 我又闪现是完全不用怕的 讲真的兄弟们 我在对抗路 对线吕布的次数 真的不下于500次了 这种开局3900血量的小脆皮 和那种4900血量的千血吕布 都对我造成不了任何压迫感 唯一就是那个 那个4200血量的六变形战士 所以大家在用吕布对线老头的时候 完全可以带上十个虚空 还是挺舒服的 这边我们拆掉一塔 来二塔的位置 蹲一手吕布 吕布他是出了两个经济护手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掉血掉的依旧非常快 被他开大跑了 但是问题不大 斩杀先赢到了 回头躲一刀 可以接约他 死光头又来了呀 其实金蝉伤害还是挺高的 我们A步到吕布 先拿金蝉叠被动 拉过来 追着A 不要进去扛他 等吕布放送警惕 闪现过去 直接拿下 不要慌 还能操作 拉过来 怎么给我传送到下路来了 金蝉大法师 真是名部需传言 吕布需要让他再发育一会儿了 我们过来针对一下李源芳 叠上次曾被动就不要在意了 李源芳他一定会来牵制温兵线的 来了 直接打闪 这这不对吧 问题不大 我有被动 开启二级灯 追着A 王指拉 拉两个 调整身位 两个人一起 蔡文介 弹是真的烦 再拉两个 他又弹 就差一零零 就双杀了 还是等米老鼠落单吧 我们先假装撤退 跟他保持距离 然后大闪 他基本是反应不过来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撤出他的屏幕外面了 然后再大闪 这招天外飞老头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用呢 很多朋友看别人玩老头 就是又肉 伤害又高 捶起来 那对面雪嘎嘎掉 但是自己玩 那就是拉过来 A一下 大招捆住 A一下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再打半天 让嬴政给收了 我自己还残血了 他奶奶的 可以说是又脆伤害又低了 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叠被动 就像我一样 先蹲好 来人了 王者直拉 好 三个人里面 他们拉了个空气 不要在这些细节 兄弟们 李元芳 露娜 你俩为什么要送 我第一次见这么耿直的 吕不跳大了 不用管他 直接去打他队友 这死光头根本扛不住的伤害 还闪现 直接闪现过去 追着 直接拿下进场 参文记隔墙 拉他隔墙 A我A我 对 对面 远方还有寺庙复活 以防万一 我得进去扛他 老头拆他还是比较快的 可以说是完全不给机会 我得进去 我得到这些细节 我得到这些细节 我对他 我得到这些细节